图书馆是民众阅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 然而随着数位时代的到来 许多人习惯在网路上阅读 图书馆的传统功能逐渐受到挑战 为了重新定义图书馆的角色 景为相公所决定进行转型 成为文化教育所 专注于推广和振兴援助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 为部落社区提供更多文化和教育资源 你平常有一些就是像资本类的阅读情况 一般来讲 很少 你几乎都从网路上手机 对 很少看书 不该只是个图书馆的简单的一个事物 当然图书馆并不是简单 那只是说我们希望 让文化教育成为重点 在原乡地区重点之重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景为相公所表示 文化教育所的成立 是对传承和振兴援助民族文化为目的 不仅是对图书馆功能的一次升级 也是希望加强部落社区文化教育的重要步骤 需要考量在文化的整个发展方向 希望让我们的族人能够认清 我们不只是说自己是原住民 更要把原住民的所有的生活工作思维 能够生活化 景为相公所希望通过这一转型 不仅能够提升部落社区的文化涵养 也能够鼓励年轻一代更加了解 和珍惜自己的族群文化 期待新的文化教育所 能够成为京风乡文化与教育的中心 促进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原事新闻物局台中京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